這個就是我們的幫你開啊第二集 等一下 還沒到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哇 一樣的衣服 我們這個系列就是預算有限 預算有限系列 老婆不要看是預算無上限系列 這個是勇者系列 因為粉絲寄給我們 它也不是按照它的賣路 它也是按照它自己喜歡的收藏 對 然後這個就是 勇者系列的勇者特輯 特輯就是火車的意思 然後它都有寫 Full Cue 對 然後它的名字就是它機器的名字 叫做MiteKaiin MiteKaiin 它好帥喔 它可以連那麼長 對啊 我們家有這台 高雄家有這台火車 是前面這個好酷喔 大主角 大主角 然後它這個很酷的地方 它還有三段變形 就是第一段是它每個都變動物 嗯嗯嗯 對 我們這粉絲很喜歡動物 然後再來就是 它可以變成火車 嗯 對 然後最後就是變成機器人 然後還可以再合體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樣有點像格吉拉 恐龍嘛 這些都是 它有拆下來的武器 對啊 它還有用衛生紙保護它 那我們就不要動這個武器 好好好 那裡面還有昆蟲被困在裡面 那說明書 它這是中文的 中文 欸這好懷念喔 中文的說明書耶 應該是以前台版的 然後我小時候也有一個這個東西 哇 然後這裡面還有貼紙 它貼紙沒有用 對 它收藏在這邊 這樣子 這個貼紙 很棒耶 看得出來是就是有在用心在收藏耶 這東西都 對啊 它的膠帶部分都有用衛生紙反貼 這個東西還給我們開真的是感謝 感謝 所以我們才用手套 手套 對 它裡面有其他貼紙 喔喔喔喔喔喔 補色用的貼紙 對 它的名字 特級猛獅 特級神龍 Ando 特級飛鷹 哇 那合體玩叫什麼名字啊 特級猛獸合體 我們拿出來玩 先從一開始吧 好 特級猛獅 我們要拆哪一支 請勿用蠻力拉直或扭曲 由於零件很小 請注意別讓小孩務實 這不是可以小孩玩的嗎 很難拿 好 拿出來了 這看得出來它是 一面是黃化 另外一面是 因為沒有接觸到氧氣 空氣空氣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好了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心幹線 然後它裡面這個是有輪子 真的可以滾 喔喔喔喔喔喔 好棒耶 這個做很多細節 真的 真的 好 接下來要怎麼讓它投出來呢 我先試試看 酷臂啦 酷臂了 這樣 然後把它這個裝回去 然後蓋起來 喔喔喔喔喔喔喔 玩起來是會騎雞皮疙瘩的那種 好酷喔 聽那個聲音都知道它那個卡榫都弄得很好 猛獅 嗯 哇 好 這猛獅型態 應該就是這些是變形成機器的 咦 它這有個大的頭 那應該是最後大合體的時候的頭 哈囉 大頭 它如果是小的話是長這樣 然後它 應該是 這樣就是機器人本體的吧 它有可動性有沒有 它手還可以這樣子 很棒 對啊 喔喔這個這個蓋起來 這樣 它的護檔 對 所以特級猛獅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武器就在這邊 那我們就不要動它好了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特級神龍 我發現它可以從背後鍍出來 好 來囉 開始 開變 因為我現在這個都是直接是盲變的狀態 懂了 頭出現了 它這個金屬的地方都還是亮的 保存得很好 這是恐龍的手耶 喔有 尾巴出來了 喔 喔 喔 剛好 這個設計的好棒喔 很神奇耶 你可以轉一下它這個手看看 你看 它有點 有一個弧度 它有個回力圈的感覺 嗯 但它就可以沾了這樣子 嗯嗯嗯 很有科技感的恐龍 然後它的這個 尾巴 對 對 然後這樣轉把它看 好 這是它的眼睛 黃色的眼睛 接下來就是把它變成 機器人了 喔 它應該也是一樣就是 細細長長的感覺 它頭看起來是 喔 它那個是可以弦出來的耶 嗯 哪個 就是剛剛這個 喔 對了 喔它是這樣的 很煩 酷屁了 它這邊有一個卡榫是可以這樣 所以我的頭應該是要 頭 好酷 好酷 頭 頭要怎麼上去 看一下 我覺得很像異技 喔它出這個是可以 唉唷 然後這樣 然後頭就這樣 這樣 它為了要這個機器人型態 它就 感覺棉為奇難做了一個 形態出來 再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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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第三隻 第三隻 我在這邊變吧 方子烏龍鮮奶凍 清新圓潤的口感 是我每次在念書時 拿來犒賞自己的一杯飲料 拿來犒賞自己的一杯飲料 回想起玩玩具的自己 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回憶的味道總是 那麼美好 杜芳子骨味茶鋪 專屬我的美好時光 現在這個先給大家看 它是這個特級版的 這邊是已經黃化了 可是感覺有點 如果它整個黃下去 就很像 整片就是黃色了 它其實變形不難 把旁邊往內折 這樣 對 然後折過去 折過去 然後卡進去 卡進去 對 它翅膀 你可以先看關節 這樣子 完成了耶 就這樣嗎 對 就這樣沒錯 但它的刻線可能 就是不錯 好玩耶 完全不會有那種就是怕它壞掉的 讚耶 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那個 那它接下來變形人機器人的變把 跟剛剛那隻是一樣的 然後再把它打開 這樣 喔 這裡 然後它的正面 正面應該在 這裡 正面在這裡 嗯 變形成功 可是我覺得好不自然喔 因為這個玩具最重要的是 最後的大二體 可以了 可以啦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最終的大合體吧 抄給你了 蛤 讓你體驗一下那個大合體的樂趣啊 先 對 往列車的模式變 好 好 接下來是完成那個 大顆的頭 喔 然後是它的 身體 身體完成了 蛤 就這樣完成了 特輯神龍變形右腳右手 這個 變成右腳右手 車頭要拔起來 這個 車頭要拔起來 車頭要拔起來 每次拔都有一種 在玩二頭獅子輪盤 就是到我了嗎 這次 對 那手的話是這樣子 這樣 這是腳這樣嗎 喔這裡 這是它胯下的地方 喔 看懂了 看懂了 這樣吧 當然就好 爬 爬 好 喔 喔 喔有了 有有有 感覺不錯 完成了他們的 左腳右腳 很快耶 其實它合體的很快耶 然後 找個地方空 喔 聽到了 希望的聲音 希望的聲音 這是希望的聲音 這是希望的聲音 哇 合體起來了 哇 好大隻喔 以前人類的結晶 你也是以前人類的結晶啊 酷喔 好大隻喔 蠻重的其實 你看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很喜歡合體機器人的感覺 有沒有理解那種感覺 句點 沒有我在想 現在還有像這樣子 很少 現在有像這樣的玩具 就是戰隊機器人 喔 難怪你那麼喜歡戰隊機器人 可是以前的變形機構比較複雜 嗯嗯嗯 就是可以什麼變來變去的 動物跟什麼車子 現在比較 比較直覺 現在小孩可能被那個 電動給迷惑 就是那個時間 他覺得說啊 玩不下去了 如果變形要變那麼久 他就跑去玩電動 對有可能 那我來看他可動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畢竟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就不要再勉強他 喔 他就說我好累喔 這樣子 他分成三隻機器人的時候 是三個人駕駛對不對 勇者系列比較不一樣 勇者系列他可能是 他們是可以自主思考的 他不一定是後面有駕駛 不一定 有可能是他們三個就是 三個個體 三個個體 那變形成一隻的時候 是由誰來思考呢 以前好像都沒有這種困擾 他就直接變一隻一起思考 應該不會怎麼在體內打架 然後就分體 因為我還覺得我蠻好奇 就是變形像那種 可能五個駕駛合在一起 五個駕駛合在一起的話 那是誰 由誰發號施令 紅色的 主角 紅色的 看誰穿紅色就知道了是嗎 對 可是這隻是綠色 因為他不是主角 他不是主角 主角是那台大火車 那個麥克卡 開影 感謝大家就是收看今天的幫你開啦 那如果有粉絲或是什麼 喜歡我們這樣開箱的節奏的話 那就把你的東西寄過來 讓我們開箱吧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的話 就是歡迎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那我是所長 我是陸奈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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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負責一邊 裡面所有的角色都是 都可以在軌道上頭 這應該是頭嘛對不對 他老大